四位高中生根教育多年培育出无数的优秀人才 也获得法律界的肯定 在30号上午曾经担任过法官及庭长的林陈燕律师 特别和合作伙伴张李乐律师 远从台北南下花莲捐赠了56万元经费 除了希望可以改善校园内的硬体设施 也部分要作为奖助学金 来鼓励优秀学子可以奋发向上 非常感谢你们徒师的帮助 由于你们抵律的坚持 我们将能在场上无迫不知优点 回洒着汗水微笑灯光 并在科学上认真的学习 30号上午曾经担任过法官及庭长的林陈燕律师 和合作伙伴张李乐律师 特别远从台北南下到花莲 捐赠56万元的经费易助给四位高中 除了希望可以改善校园内的硬体设施 也部分作为奖助学金 要鼓励优秀学子奋发向上 除了精神上以外 我稍微建议点棉薄 用于抛砖引玉 希望说这个学校能够 因为我的小小的监住 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关注他们 让学校成长得更快 能够保持我们前董事长的一个意愿 今天我们四位高中是以很感恩的心情 迎来了就是从台北来的两位律师 林陈燕律师 张李乐律师 他们一共捐赠了这个林陈燕律师是50万元 张李乐律师是6万元 给我们四位高中作为这个心学办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金 真的是我们四位高中的荣幸 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的加重 我们非常感恩捐赠人 所以我们会更加倍努力 把这四位高中办得更好 更壮大 那这个辅助金除了说 去充实学校 改善学校的这些教学设备之外 让学生能有一个更舒适愉快的健康的环境 可以在从事各项的教学 或者体育社团的活动之外 也会鼓励老师跟同学 在各项的竞赛当中能缔造更好的成效 所以这个奖助学金里面 也会提供给老师跟学生 花莲县市立四位高中生跟教育多年 培育出无数优秀人才 老董事长黄英吉的办学理念 也受到多方各界大力肯定 林陈彦律师表示 这次捐款希望能够达到抛砖引预效果 鼓励更多同学及老师奋发向上的动力 未来不管是在升学还是考取证照 及各项多元专长领域 都能够不停地突破家机 据徐力请讲榜眼 花莲市报道 两位大力肯对四位高中的签证 搭这里的皮肯定的剧